接下來這一分,會不會是整場比賽最後的一分呢? 我們看到耶利奇自己蠻懊惱的,蠻急的 還是給耶利奇的後排,這一次呢,保住了一線生機 還有機會 這位選手實在是攻擊一方面的表現,太精彩 重訪進攻,一位攻擊呢,大林素子這個攻擊讓對方接出了場外 是不是最後一分,我們看這個球,連手進攻 給耶利奇四號位置,有耶利奇在呢 連手沒有那麼容易就放棄 我們看到他今天已經有103次的攻擊啊 哇,真的在一場比賽要打103次以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再往前又是耶利奇 9比14,電樁再度追回了一分 那麼整個日本電樁現在真的就靠耶利奇這一個人獨稱大局 對,尤其現在的這個電樁後排防守一定要特別的加強 是,因為耶利奇在前排,九陣球,三個人來封 這個球贏賽,連續得分10比14 電樁仍然在第四局呢,保有一線生機 東方的進攻,好,他們四號位置 這個攻擊呢,電樁熟了起來之後 修正球應該是耶利奇要來打 這個球我們看看,哎呀可惜了 被對方三人的封網封了下來 已經盡力了,真的是,我想電樁的球迷啊,沒有人會怪他 對,像這種球因為也是不得已的 打下來馬上就被封下來 他還沒有落地就落在,球就落在自己的前面了 是,來看耶利奇這一次的進攻 被救了回來之後 應該還是會給耶利奇重要的關頭 從三個人來封,還是打進了對方的場內 拿回的發球拳 真的是日本電樁的看板球員 超級王牌 我們現在看東方的進攻 給阿特蒙娃四號位置攻擊 這個球直接打進了場中 我們看阿特蒙娃的這個 攻擊的那個路線啊 還有他的這個速度啊 真的很乾脆 是 尤其在第四局表現非常精彩 趕快來看是不是會形成最後一球的 往前這個球結果沒有辦法了 修正球太貼網 被對方三人封網 將球封了下來 結果第四局的比賽就是 東陽房以15比10獲勝 使得整場比賽以3比1 戰勝的日本電樁 取得了決賽權 在這一局的比賽